到底是接受60分好 還是嘗試追求8、90分呢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轉了轉了轉了 我不是那麼白癡吧 哎呀 以下的廣告內容由Surfsharp VPN贊助播出 在之前的幾次介紹裡面 都已經跟大家介紹過Surfsharp VPN的背景和安全性 它就會加密你的傳輸資料 避免任何人追蹤或者竊取得到 它也會嚴格執行這個資料不留底的政策 去徹底保障用戶的私隱 它身家清白就不會跟任何侵害人權的國家有任何關聯 以上這些特點相信有看過的觀眾都已經聽到熟了 一句說完就是安全可靠 那作為Surfsharp VPN的真實用家 就讓我分享一下我小小的用家體驗 我已經設好了 電腦平時開機的話 Surfsharp VPN就會自動連線 基本上都是一兩秒已經搞定 而且是完全自動化 所以我都基本上沒什麼好懷疑 它已經在運行 所以其實用起來是非常簡單方便 在手機上用也是同樣方便的 基本上你一開始設好之後 它就會自動連線 以及自動在背景運作 那就不用你額外再操心 無論你中間有沒有切換任何Wi-Fi 或者轉來轉去都好 它都會一直運作 所以就不用怕說你有時 放一些公共Wi-Fi的時候 就忘記了開了 所以基本上我現在 電話都是長開著我的VPN 連線速度方面其實用起來都相當不錯 雖然我就沒有用電腦來打機 但是你說日常看一下YouTube等等 其實用起來的感受都是相當流暢的 當然用了任何VPN之後 其實由於它要經過加密 以及要駁到不同的伺服器 所以網速必然是一定會有所減算 但是這件事其實 基本上是我要傳輸一些比較大型的檔案 例如可能要上載4K片 上YouTube的時候才會感受得到 所以基本上日常我都會任由 Surfshark VPN在背景運作 全時間去保護我的連線 12月就到了 Surfshark VPN也推出了這個 加日的限時優惠 只要在下面Description的網址 用這個優惠碼阿LINK 去訂購Surfshark VPN的話 除了可以享有172的優惠之外 再送你額外4個月的免費使用期 如果違反不需17萬個月 都可以讓你所有的裝置 都享受到這個安全可靠又高速的網絡保護 再加上這個30天的退款保證 就不用擔心買了之後不適用了 有機會立刻按下 description的連結 以這個加日的優惠訂購Surfshark VPN 哇大哥 趕時間才阻礙 阻礙著 現在已經是4點50分 時間都相當趕急 因為現在想趕上去 走不上去 今天的日落突發出動 今天的日落是5點39分 預計平時如果全速上去的話 就要半個小時 現在有負重 慢點我雨8個字左右 所以5點應該就要起行 現在5點10 即有10分鐘的buffer 就可以在日落之前趕上針散 但是預料今天都應該是要 非常趕急地行進的 所以今天這段影片應該會很短 但是儘管上去看看今天的日落 會不會有什麼驚喜 OK 10分鐘buffer 看看可不可以5點半 5點半上去針散 那就應該有一點點時間 可以設定好那部機 暴露今天的日落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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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 consultants 相不是叫做回的 但是必然上 contact 也要跳得急才發生 rapt 7點 來到這個開張位置 吼 了 一如所料 澳 Nano市場比較大 所以在大曰光之下 其實城市的層次不是太多 不過我還是等待太陽下山之後 那個變色應該才是氣肉 走了五個小時 見到第二個開始位 見到針頂 講得一次的講得一次 見到現在的步速 這裏上都應該要兩三個字 回到上次影日出鋪的位 你看現在很漂亮 那邊很漂亮 那邊很漂亮 就算不是影西邊日落的方位 可能其他位置 紅紅的也有點漂亮 不過前提是要趕前 還有時間 變色變色 雖然今天沒什麼暈 但是變色很漂亮 已經有 比我更有準備的師兄到 這裡很漂亮 這裏還有一個 還有的 那裏還有一個 應該可以摺到的 看個小 欸 Monkey 上次的針山之友 有沒有位啊 正面用 原來我在這裏 有很多人嗎 我在這裏開了 這裏開了 這裏開了 那裏開了 一如所料 現在是典型很漂亮的鹹大網 但是因為煙霞都真的挺厲害 所以呢 就算沒有什麼雲遮擋的太陽 也好 其實整片的影色是灰蒙蒙 還有變色都不是很漂亮 你看到頂部的藍也不夠 所以藍變橙 那個漸變不是很漂亮 雲也不多 所以現在我想唯一的機會 就是等太陽再下 下降了之後 暗一點 又是等個Magic Hour 城市剛剛亮 那到時有望 因為沒有了曳光的關係 應該那些空氣會清一點 那就可能呢 會有一個 都還可以的景 所以 現在呢 我就想著 我見呢 大位都不是太有作為 所以我連中招都不用 就用這7200 試試可不可以 打一些 局部的 構圖看看 你看 又是典型的 這個突然消失的鹹蛋黃 所以是一點都不漂亮 哇 鹹蛋黃消失了 很快上一上去上面 看看附近呢 有沒有什麼 其他位置會漂亮 哇 這個山頂是這麼熱鬧 所以不上頂是合理 不過看看沙田那邊 是啊 沒有料到 是變色咯 沒有啦 太陽下了山 大母山也沒有什麼 所以 都是落在下面那裡 等再硬一點 好 沒有料到 現在設定構圖 直到好像也太低 轉一轉那裡 等它變色也 唉呀 今天真的來得太晚 剛才較早前 你看到 斯山 沙田 飛鵝山那一帶 還有可能大母山 這裏 都是有一些 很漂亮的 橙黃的側光 射下去 其實是很漂亮的 不過今天 醒覺得太遲 差不多 四點 我才想 不如真的上山拍一拍 勤力點 上次說要認真點 其實上山前 都看見這麼萌 都遇到 應該不會太漂亮的 但是 風景攝影的 第一條規則 就是 要身處現場 你不在那裡 就說什麼都沒用 所以就 唉 立即上來先 就趕快收拾東西 所以衝上來 淋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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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 現在的構圖 其實跟我 有時用 那個片尾有一張 也是針生日落 那個是很遲 不過其實 今天的天色 是沒有那次那麼漂亮 所以 其實 應該是不會超越到 上一次那個 那個 作品 唉 5點30 40分 正剛剛好日落了 現在是 所以 我想等多10分鐘 看看吧 Ultra Wide 眨眼看是挺漂亮的 但細體呢 其實細節 就不足以 撐起整張照 所以 是 是 五六十分 現在應該 不是 其實這邊也挺漂亮的 現在山頂少了 一些人 上一上頂 多些變化 現在這裏都是只等 你看 這邊挺漂亮的 不是 早點說多一點 現在呢 太陽剛才大約在這個位置落 其實現在 冬天的話 它一路會向西南方落 但是到冬至之後 它就會發回這邊 所以我覺得 影針生日落 最好就是 秋冬這些位置 太陽比較在城市落 就會是最漂亮的 遲些到夏天 就會去回這一邊 那 就 看這個構圖怎麼扣 但如果你想要 城市日落的話 就是 秋冬試過好時節 好了 上去上去看看 先 好了 現在呢 現在是多少點了 7 6 6點正 下山之後 四個字了 所以你看到天色已經是 偏暗之下 變色就開始明顯了 那 我還沒試過的構圖 第一次這樣 這樣 就是 拿回這一帶 下面有一些 起起伏伏的山 拿回變色 因為剛剛變色 是這個位置 那 現在下了一塊 0.9 Soft 輕輕壓壓 右上角這個位置 比較光些 後製的時候 走窄空間大些 好 剛剛呢 就在這個樓梯頂 想拍回荃灣這邊 就用了一個新的構圖 我還沒試過 就是剛剛拉上這個前面樓梯 那之前呢 我試過用12mm Ultra Wide來拍 也是類似一個樓梯前景 做城市背景 但大家都會知道 Ultra Wide的透視是會增強距離感的 就會令到城市很小 所以這次我就不想用到這麼廣角 所以就用24mm 那剛才我試用24mm 用橫倒的時候呢 偏偏是會拉到前面那裡有一棵 樹仔 不知道為什麼綁了一條紅絲帶 就很外眼的 那我又不知道那個絲帶有沒有用 我又不敢拆走 接著我就試一下變 變了做直倒之後 那扣楼就更加了一點 那剛剛可以拿到樓梯 再加上城市 再加上變色 那就應該OK 試一下吧 另外呢 我現在加了一塊 H&Y0.9的GND R GND 是反向填變灰來的 因為你看到現在的天色 最光是中間這一塊 所以呢 就用了一塊反向填變灰 然後壓一壓中間 變了暗位的細節 就可以吸得多些 後製的時候彈性都會大些 那大家可以看看 用和不用的分別是怎樣 好 剛才呢 本來我在這裡設定 打算拍一個城市 再加一點升空的一個 升軌的一個照片 而且因為難以你是高山的隊伍 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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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十個 都有八個 一邊穿著頭燈都上來 所以我就立即轉了位 轉過來 這裡過一點 立即就立即打個壤 就试试可不可以拿起山路 再加少点城市,再加少点星空 那个构图我未必是很满意的 但是趁人们没过就趁人们先打过 看看可不可以合到一张 整个山路都会有头灯照亮 因为我真的没试过这个 在上来这么多次针山影影影 都没试过遇到这么多人 可能今天是星期六 星期六晚多人走 就变成了应该会挺有趣 所以就立刻 现在正在打个时间线 准备是踏上的 踏上光轨,踏上升轨 看看会不会出到来,有点惊喜 哇,真的超多人 你看,这里起码 刚刚过了一个,一二 然后后面的路续续都还有人走 其实不知道会不会下一点点 那个构图会好一点 但是,唉,开始了就算了 可能下一点,用超线也有趣 这个位置未必很漂亮 我现在的构图呢 唉,好没有呢?好没有转呢? 趁后面还有人 我立刻转过超线到下面了 现在的构图是 哎呀,是这样啊 如果下平时那个位影 用超线可能都可以 哎呀,不如转啦,快快吹 哎呀,好大条龙啊 趕不趕得切啊?我怕趕不切啊 趕不切啊,喂 唉,我现在下去 我现在下去就没有了啊,唉 哎呀,说不切啊,真的 到底是接受六十分好 还是尝试追求八九十分呢? 但是没有了,哎呀,那个行山队没有了 不是哦,后面还有哦,后面还有哦 可以转了可以转哦 哎呀,转了,转了,转了 喂,遇到了 哇哇哇,好吵 哇 不够东西啊,一旦东西回来拿 快点拍一张照片 刚才在古城有个开门位 用欧叉坏 OK,这里啦 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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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好了呀,胶了 现在又用了一个直道 用了一个直道的超级的12mm 来拿到前面的山路 再加一点后面的城市 构图 都不真的很好 但这个就是考平时的功夫 哦,你们是操艺行吗? 不是啊 哦,好,加油加油 是骆诗会的吧? 哦,不是啊,我自己拍照 是骆诗会的 你们自己行吗? 是吗 好,加油 你认为有艺人者吗? 是啊,是啊 你以为你是什么? 没有啦,今年都没有了 所以其实11月这个时间是一个很特别拍香港山野风景的一个很特别的时间 就是因为会有在麦里尔径先有机会拍到很多夜景 就会拍到很多右头灯的队,就是有很多头灯会画过那条路径 所以这个也可以是大家构图的时候考虑了 好几年前我在马鞍山打算拍楼声宇 就是打算拍到这些艺痕的队伍的头灯再加上楼声宇 那时虽然失败了,可能太晚才到 但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构图元素 特别是香港山野的一个很特别的元素 现在我还在做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查过这个构图,还可以啊 刚刚那个楼梯的位置又对的 因为刚刚刚都不是很确定的 我现在又想再做多一点就是 打起天,想星的轨迹也长一点 因为刚才又是太冲动了 我打算那些人过了,就切记 但是我看回,不是拍了太久,变成了个星轨很短 所以现在就想试下,会不会可以拍久一点 现在是7.7 拍久一点,我画长一点点星轨 这样就变成了天空有一些点缀 然后下面就可以把刚才那些人走路的光轨 再加上地境有些暗位可以补到 希望可以合成到一张都挺有趣,挺特别的作品出来 所以现在就继续打一打 好了,现在打完这个缩时 可以说一下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构图是什么 刚才我就是用了一个直渡 刚刚好拿到这个山路 那前面一路下去都会有人,一路有光的路径 这一路都是山的 希望踏出来,看看会不会有趣 那后面现在这件爆光的就是城市 那这个因为我专与地境曝光 让我多一点的细节可以踏 这个是过步了两级的 那这个就是最平均的曝光 那你见,其实城市是没有爆的 你看真的放大看是没有爆的 那但是你见,下面那些山呢 那些路呢 那些暗位的细节就没有了 那所以我就再補多一张呢 是过步两级的 那就可以補回这些细节啦 那你见过构图的也是很简单的 那我就是想着呢 那条路一直直到城市 那上面呢 就是刚才我補那么久 就是補回了 希望可以補到少少的星星 有少少画了一些线出来 那会变成了上面有一些东西 那中间城市就很光很漂亮 那后面那些山路就有些光轨 那就可以整幅相 希望就有几个层次 就好像挺有趣的那样 那你见呢 远处这里呢 这个呢 是机场 刚刚现在有一架飞机 气人飞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预料呢 这个星轨呢 应该是会相当之混乱 那些飞机会这样滑 不知怎样飞来飞去呢 就会超过了 所以是 都要花一定的 心机时间 要去清除那些飞机轨 哇 现在还有多久呢 冷到 脚又震 声又震 好像还有 看不到 应该还有 六七十张 不过其实应该都够的了 我不用太多了 也不用太多了 那今天呢 那天有一些灰蒙蒙呢 变了是 其实阻挡了一些星光呢 那其实我觉得是OK的 因为我 现在不需要 满天都是星 我只是要小小的 有一些这样的 滑过的星轨 小小的 短短的点一点罪就OK 所以小是OK 但是我怕不够长而已 不过都拍了整 现在几点了 喂 现在都差不多八点 应该都三四个字 应该都够了 不过我用中超级 那所以 所以 有可能 就算 那星轨动呢 在画面里面 都可以动得了一点 所以 等下去了一点 等 我现在已经设计了三百张 那看一下 他那个时间 三百张成不完 应该都三四个字 我想希望那星轨够长 那你见我现在呢 其实是下了一块 H&Y的Night Filter 这个夜景的雷镜 又或者叫光害雷镜 那就是等呢 你见现在城市 不是很黄色的吗 因为很多那些路灯呢 是黄色纳灯呢 那就变了 我做隔一隔之后呢 那就可以等些 城市的颜色 是多一些层次的 那我就之前呢 因为太急的关系呢 就 影 就是刚才一开始拍人的时候 就没有落到Night Filter 那之后呢 就下了 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呢 有和没有 那现在你看过颜色差很远 那其实是White Balance的问题来的 那我在电脑上教后呢 其实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分别 你会见到 颜色的层次是会有不同的 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还有现在的构图呢 我就发觉 哎真是 我太年轻了 之前呢 H&Y他出了一只呢 是叫C的GND 是Center 中间一条线是黑的 上下都是透明的 我就跟H&Y那些人说 喂 你出块这样的东西来怎么用啊 但是 原来现在这些情况就是 是非常之适合了 就是 你看到上面的天呢 我就想要 当然要尽量吸多一些星光 那下面的路也是很黑的 最光是城市 那如果我可以呢 用那个CGND 压一压中间呢 那应该整体的曝光就会比较平均一点 那就变了可以 可能我细节会容易出一点 那现在没有就唯有保 那当然都做到的 那但是一张过可能就会 就会好一点 那所以 哎 就是这个 怕都用事方向没有了 我就这次没有带 我这次呢 就只是带了三块GND Soft Heart Reverse 那还有有一块MD 方形的MD 和这个Nike Filter 所以变了就 没有带到那个CGND 想着呢 真的不会用到的嘛 那所以呢 就只带了这几块 所以我以后呢 会带那块出来 就是为这些情况 哇 大家现在的MD未必看到 外面呢 原来刚刚有三个比较光的星 连成了一条线 原来他们呢 分别就是这个 金星 土星 还有这个木星 就在这个后面 你会看到 电话显示 刚刚连成了一条线 那再下一些呢 就是 水星 在地底 所以 其实刚刚这几粒行星 是连成了一条线 那画出来的星轨 应该有趣 有几粒亮星 可以 画一些比较光的线 去点缀一下 否则 因为这一边呢 好像都比较少亮星 这个是什么呀 山羊座 这头啊 水平座 全部的星是比较暗的 再加上今天呢 都有一些 煙霞 什么东西 就 变成了我 可能画出来 未必会很 即是未必有星 所以 又好彩喔 刚刚现在有几粒亮的行星 点缀一下 看看这个星轨会不会漂亮 8.1 拍完了 拍了300张 其实绿组都还有队伍会上山 所以 刚才根本都不用太赶 不过不要紧要 刚才要拍的应该都拍 应该拍了 所以 可以收夜 下山 好 好 H&Y有一個雷鏡包,整個包包都包好就很方便 但我現在決定用另一種方法化繩為零 因為池石可以搭配一套收藏 方形的ND和Night也搭配在一起 GND三塊分一袋也搭配在一起 這樣可以減輕一點重量 而且可以沒有太佔空間 因為三塊,我再加上後插式三塊就是這麼多 全部雷鏡都在這裡 可以節省少許袋本身的重量 因為那些物料都厚的,都硬直,所以也有重量 我本身搭配這麼多物料,減少1g 所以我現在就用這個方法帶濾濾 OK,有沒有漏東西?沒有 嘩,真的有 我剛才已經漏了一塊Soft GND在標高處 但忘了拿,幸好遇到同行的針山朋友 然後再提到那一部分給我 我又扭,快感覺太常 好,上下了,收起雙腳就完成了 嘩,所以你以為完嗎? 原來還未完 因為我想想,那些人上完要下 所以就過來針山另外一邊,下圓礦亞那邊 看看可不可以拍到一個光軌下山 因為這裏的構圖就不用太複雜了 因為其實重點就是那些光線的光軌 所以現在就在這個針山頂的另一邊 試試可不可以捕捉到這一邊的光軌 你看看 我就是看到還有一批人上山 所以本身打算走 不,我馬上過來這一邊拍 但誰知道我剛才設好K之後 現在又沒有人了 應該剛剛那陣是最後 剛剛那兩個是最後 唉,不知道要等多久了 唉,但這邊都應該漂亮的 難得現在這麼多人操山夜山 我都想拍到一個 也算是有些紀念價值的畫面 唉,現在幾點了?現在8點7了 弄一下弄一下 唯有等多一會 過著去那邊,現在就 我那部機就在拍攝 又是一段隔一段拍攝 不斷拍攝 希望搭到山景出來 不過我現在反而有點怕不夠電 我那個Pentax 剛才不斷打Timelapse 打光了一塊電 另外一塊我以為充滿了 但怎麼知道隔電 所以我也有點怕 希望它可以堅持到 拍攝了這個 路線光軌 否則很可惜 測試 測圖可以嗎? 嘩,這麼光的 很棒 它照到頭燈 但是測圖還可以的 都是不中招 中招的 收回一點點 光圈應該就夠了 後面沒有人了 所以一定要掌握這個 來了來了,多少秒? 30秒 30秒 快點快點快點 後面都不知道等多久了 剛才幾個人而已 31秒 31秒 開球開球開球 唉 有沒有這麼巧啊? 喂,喂,喂,不是啦 OKOK 有的是有的 還有人上的 還有人上的 10分鐘左右 怎麼都上來了 它們走開山應該很快 OKOK 那就OK了 那就過到機器那邊 看看 看看 看著這部機器了 喂,正啊 青啊 有人來了 可以補上這個 近的這一段路 可以補上近的那段路 OK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了 不好意思,兄 我們加油 有啊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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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滑上去滑上去 有近有遠,很威脆啊 很近的又有啦 一直去到很遠很遠 這裏呢 都已經可以了 然後過了那裏之後 好像呢 是不是這條山路已經 會遮住了 都已經無窄 所以 我想應該差不多 頭段都很久了 所以我想 要走過的軌跡 應該都已經有人 由光線走過 所以 嘩,現在幾點啊? 現在 8點10 都有點冷的 其實一來 所以應該都差不多 這次真的走了 嘩,紅色格了 真是沒有電了 真是剛好頂多了 你看 嘩 這些爆光可以補上去 然後整條路 嘩 整條路都 嘩,好可愛 嘩 一邊走 OK了 應該,嘩,好明明 好像拍了很久 不過我經常呢 我現在經常 十幾秒了嗎? 剛才不是 二十幾秒一張而已 嘩,我不是那麼白癡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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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 嘩 我間加時間 因為我以為三十秒 但原來我剛才是用了十三秒 就是我中間有十七秒的時間 是blank out了 嘩,做什麼鬼 太急了 你看 但好像都還好 應該 因為 因為 因為十幾秒呢 如果遠應該不是走得太遠 哎呀 白癡的 遠的那些OK的 但近的那些 會不會一塊塊 嘩 嘩 幹什麼鬼 嘩 你看 這裡有沒有空位 這裡 隔了十幾秒沒有 沒有 有啊 頂 哎 唯有希望呢 不同的隊伍經過 可以互相補位 哎 這個又是 剛才太急了 為什麼想不起來 一來就 啪啪聲 這個只有十幾秒 哎 哎 沒有啦 希望希望OK啦 現在都差不多了應該 哎 哎 沒有人啊 哎 現在來到一張 是 補回低ISO 和深 細一點光圈的一個 補回地境的細節 有靚畫質的 那就算了 哎 灰爆 哇 剛剛補地境這一張 用了什麼 拍了三分幾鐘 反而 去到尾段 這裡 綠綠拍到一個 連續的 光線 哎 這樣更好 畫質又漂亮一點 不過前段就沒有了 要不要我自己下一次啊 真的 我這個燈暗暗的 會剛剛好 那個光亮 剛才人家的頭燈 塗到爆了 自製光軌 那我剛才不用等那麼久了 喂 喂 失敗了 我單單 有紅有白 也要不夠光 但是 我剛才聽好些 有些人聲 不知道後面還有人聲 哇 好遠啊 都不是很遠 等著這批 等著他們幾個 等著這幾個 過了 過了 過了幾分鐘 那就應該OK了 一張 用一張長的 長時間的 搞定它 快點走啊 是啊 是我啊 近了近了 我目前還聽到你說 好 再遠一點都還有一對 好 不過那些很遠 要再等兩三個字 一分鐘 希望這個成功 OK 回來 Get ready 好 不知道頭燈有多厲害 我再加一下 這些 真是神光爆光 一六十年會爆光 過來啊 過來啊 嗨 嗨 等一下 下一批又不來 等了他們 現在幾點啊 哇 真是神經病 夜景 拍夜景真是很燒時間 已經九點五五了 真是不覺不覺 下一批已經來 因為一個長步呢 報你幾十秒幾分鐘 小便了 真的拍幾次 就已經 很多時間 這一批很厲害啊 剛才呢 我應該那個 設的太暗了 因為很難遇啊 頭燈有時候 有時候又很光 有時候很暗 剛才那兩個是偏暗 頭燈 那所以要看他們的頭燈 這批呢 頭燈好像都 都光光的 可能就是曝光不可以太過 太過厲害了 過了一批 就來看一下 快點到一批 快點到一批 等了 等了 好了 來了 喂 為什麼要藍色呢 唉 唉 軟了 但是夠不夠到呢 後面 還沒走到下去啊 唉 算了 這個就麻煩了 前面這個最好 唉 算了 應該前面有些水濕濕 可以幫到的 嘩 所以真是說 風景攝影的 最重要的規則就是身處現場 真是想不到 本身都想著 普普通通一個 不是很漂亮的日落 再加上夜景又不是特別漂亮 但是又真的遇著 行藝行的朋友 可以令到點綴了這個山野 看看會不會有些驚喜作品拍出來 所以 你不來到呢 又真是 真是沒想過 原來又會有些你意想不到的東西拍新 希望 希望 希望這次剛才 荃灣那邊的 那個 星空踏上的路 又漂亮啊 然後這邊 下草山那邊 這一踏出來的光軌又漂亮啊 這次呢 就應該有些幾特別的收穫呢 是 我之前上那麼多次針山都沒拍過 嘩 現在漿漿都補了三四分鐘 因為呢 想用了一個低ISO去到 那個靚畫質和細光圈 所以 漿漿都超長補 幸好電腦還能撐到 不過你看到我電話就已經 快撐不到了 所以 希望啦 希望 這樣 一炮過 這樣拍出來 再疊兩三張呢 希望 效果會好些 好了 這個都應該差不多了 四分幾鐘 嘩 不行啊 那些人影 所以 我想 其實算是這樣的了 已經 好 收拾東西 走人 嘩 九點十了 真的正式下山了 搞下搞下 我本身打算是很簡單上來拍過日落 而且本身打算這條片應該沒什麼好看 誰知搞下搞下搞了 拍了那麼久 還有 都有一些搞笑的事情發生 所以 希望 希望啦 這次的作品很好看 還有 真的要再說多次 就是 為什麼渣馬可以跑街 但是藝行者 又不讓人走山 這個防疫的準則 真是 令人非常摸不著頭腦 所以這個真的要再次表達多一次這個移民 這麼多人 你見這麼多有心的朋友 就算藝行者的官方活動取消了 都依然堅持要走一次這個路線 對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 真的 大家 記住這個 這麼離奇的 措施 好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 都有點餓 還有有點冷 回去收拾一下照片 看看今天會不會有驚喜 我們下次在山上再見 還有想起一件事 臨尾下山才想起 就是 我上次的影片第七燈的時候 有朋友就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 針山十燈變成一個挑戰 然後我們說說說說留言的時候 就說 不如其實可以試一件事 我想試一件事 就是 在IG上 我們做一個hashtag 叫做針山十燈 你留意 十是 十取十 這樣大家就可以把你在不同時段 在針山拍到的相片 hashtag這個 我們就可以 給很多朋友一起看到 即是 同一個景 在不同天色 不同光線之下 大家會怎樣去抉擇 怎樣去構造 那就變成 應該會是一個挺有趣的活動 這個就沒有獎品 也是純粹 for fun 可能到大家分享到一定數量的作品之後 我們可能 拍一條影片 可以看一下大家的作品 互相分享一下 所以這個應該會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立即 在你的Instagram 如果你有些針山的作品 你可以 hashtag這個 針山十燈 我查過了 應該沒有人用過 只有我用過 所以 大家可以試一下 不要寫了十 數目字 小筆 那個十 因為真的有一個 跑室的比賽 叫針山十燈 那我就是 十取個十 試一下 我們儘管看下一次 會不會有多些朋友分享到 就可以再豐富一點 這個針山的拍攝之旅 好 那就真的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我們現在會猶豫 見你們 會不會結束 快點 然後現在會有四十